摆给36枚比特币助力萨尔瓦多发行比特币债券 Bitfinex到底吐个啥 以太坊合并终将会来 减半是不是以太坊起飞的推进季呢 OpenSea未雨筹谋 裁员20% 未在熊市当中多活5年 手续费优惠500倍 加密支付在支付系统中全军出击 在熊市中还能叫嚣的NFT 到底是谁在消费杀特土豪 NFT头像解锁最新玩法 7月19号星期二币链核赞 我是Michael 大家知道去年9月份 萨尔瓦多是创造了历史的 成为了第一个采用比特币 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其实在币圈也一样 只有第一个最吃香 第一个最能创造历史 其后的第二第三 永远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 那么从此以后 比特币对于萨尔瓦多 就是逢低买入 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 那么比特币的总统Naib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 再次购入80枚比特币之后 萨尔瓦多一共拥有了2381枚比特币 最近萨尔瓦多的比特币又有了增加 增加到了2417枚 不过这次不是萨尔瓦多自己掏钱抄的底 而是有人送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Bitphenix日前宣布 将向萨尔瓦多的小型企业捐赠36枚比特币 和价值60万美元的稳定币USDT 这些资金将被分配到那些当地企业 遭帮派分子勒索的城镇 并优先协助包括伊洛瓦狗 萨尔瓦狗和Apopa等贫困社区 除了捐款之外 Bitphenix正在与萨尔瓦多政府合作 为数位资产和证券建立一个新的监管框架 同时Bitphenix Securities 正作为萨尔瓦多比特币债券发行计划的 金融技术提供商 Bitphenix交易平台将提供技术基础设施 使该代币能够在高效和流动的市场上交易 Bitphenix家交易所可以说是成立比较早期的 而且对于加密货币和传统金融打通这个隔阂 是做出过卓越的贡献的 所以每次我在看盘的时候 我都会采用Bitphenix的数据的表格 因为它的数据比较多 而且时间比较久 给的也比较丰富 而且还是免费的 其实对于加密货币的发展 打破传统和新兴的概念 一直都是大家致力于发展的一个目标 好的来看下面的消息 以太坊2.0的升级 可以说是目前当下加密货币行业当中 最关注的一件大事情 不过它的合并具体的时间 就感觉像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每次预言都会打脸 最近又有消息说 以太坊的合并将在9月19号完成 虽然人们对它的这个合并时间热情已经不高了 但是随着以太坊价格的回升 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热潮 那句真理叫什么来着 以跟大阳线千军望马来相见 在过去的七天里 以太坊核心开发者 Tim Bickle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预计以太坊的共识算法迁移到PoS的合并升级 实施日期为9月19号 社区对其提出的时间表没有意义 不过以太坊开发者Superfist.eth解释说 9月19号尚未最终决定 而只是作为该计划的一个前景 针对于以太坊合并 市场上传言 以太坊会出现通缩现象 加密研究员Mando发推表示 很看好ETH 但现在也有很多关于以太坊合并的错误信息 首先 Gas费可能不会大幅下降 其次ETH不会出现通缩 其供应量应该每年增长0.2%左右 当然最近市场小幅的拉升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中继调整的一个形态 并不是触底反弹 不是反转 而是反弹 那么最近几个月加密货币的持续下跌 其实投资者是在持续的离场的 面对高通胀加息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加密投资者也是相当的谨慎 NFT市场也不例外 也受到了牵连 最新的数据显示说 NFT市场在1月份创下了月度交易量166亿美元的高点 较比2021的7月份3.5亿美元其实是有大幅的增长的 但之后的交易量却是急剧下降 在6月份降到了多少你知道吗 10亿美元 那么加密市场的低迷到底会持续多久 谁也无法预期 为了渡过熊市 NFT交易市场的行业第一老大 OpenSea也坐不住了 不得不裁员来未雨筹谋 看一下 OpenSea的联合创始人德文分资日前宣布 OpenSea已裁员57人 约占公司员工的20% 并且OpenSea将为被裁员工提供高额的遣散费 2023年的全年医疗保险 以及加速股权归属 根据分资的说法 本轮裁员将使OpenSea 能够在加密熊市中维持5年的正常运营 据区块链数据跟踪器DevRadar的数据 OpenSea平台的总销售额 超过了310亿美元 但过去一个月 其销售额减少了一半 以太坊区块链NFT销售额6月份 降到了7亿美元 5月份为26亿美元 1月曾达到50亿美元的高峰 其市场上NFT的平均价格 也下降了近40% 手续费优惠500倍加密支付 在支付系统中全均出击 在熊市中还能叫嚣的NFT 到底是谁在消费杀特土豪 NFT头像解锁最新玩法 经济学家们曾经说过支付是交易的终点 是货币流动的起点 我们的支付历史随着时代的进程 在发生着改变 从之前的物交换到现金 现在用的是信用卡或者是电子支付 但是在日常支付当中 转账提现都需要手续费 而且如果你用过跨境转账的话 那个Swift的协议的话 你会知道有多贵有多慢 对吧 那么针对这个又贵又慢的问题 FTX的CEO SBF就提出了 可以用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报道 SBF通过在Solana网络上实验 创了两个地址并转账50美元 加密货币的手续费仅需要0.0002美元 对此SBF表示 这并不是说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现代电子支付中 就一切没有问题了 而是证明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日常支付上的巨大潜力 I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whatever space sets in and so that's that's definitely true as well Now I will also say that like it was I think there are really great things to be doing in crypto that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and I'm not super tempted to be giving those up and I think that's true from sort of monetization perspective 另外SBF指出的另一个区块链应用 则是改变市场结构 通过区块链清算和证券代币化 改变现在传统经济商运作方式 让交易过程简单化而不是重复 并可通过加密货币实现 在SBF看来 在FTX交易所 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向交易所发送订单 所以如果当证券代币化 股票交割的购买成本和时间几乎为零 最近的市场行情不景气 币圈涌现出了很多救世主来拯救熊市的段子 其中最好的无疑是沙特土豪准备出手几十亿美元 大家注意几十亿美元 购置顶级的加密货币 将所有人从熊市当中拯救出来 并且称沙特王室之所以愿意出手 让深陷熊市的加密货币投资者脱离苦海 是因为想让沙特的财富储备变得更加多元化 从石油转向数字黄金 彻底摆脱该国对石油能源的依赖 这传得好像真的是有鼻子有眼 就在沙特土豪旧市的这个段子满天飞视频图片 到处都是的时候 一个沙特土豪主题的NFT空降NFT市场 不得不说这个病毒是营销 真的有毒 The Saudis及沙特人 沙特人NFT是5555个NFT的集合 采用类似于CryptoPunks的2D像素化风格 而且每个沙特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采用了80多种可能的特征 以编程方式生成 The Saudis是在7月9号开始免费铸造的 并且数小时内就已售清 据数据显示 最新上线的免费铸造NFT系列 沙特人The Saudis交易额已突破700万美元 截至目前达到702万美元 是过去24小时交易额最高的NFT系列 到目前为止 7天时间的总销量约8000个ETH 约960万美元也就是6500万元 好 以上是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频道的链接 打造一批属于我们自己的千万富翁 甚至是亿万富翁 其中会不会有你呢 欢迎你来一起慢慢变有钱 节目最后是今天的币圈快报 明天见 NFT市场Rarebo官方发推文称 Solana生态NFT系列 也可以在Rarebo上上架和交易 上线首月 Solana NFT的交易将免除平台费 此前消息 Rarebo已上线以太坊 Flow Tedis和Polygon Polygon将于7月21号推出ZKEVM 可为开发人员和用户提供EVM等效解决方案 高性能ZK证明机制 与以太坊主网级别的安全性 此前报道 Polygon DeFi负责人表示 Polygon Hermits即将推出ZKEVM 摇滚乐队Google DoS发推称 我们将为今年夏天来到的每个城市发布限量版环保的NFT 这些数字收藏品仅在我们的巡回演出中提供 因此请留意在会场扫描二维码 以定向到登陆页面以获取 据加密研究员万都发推表示 很看好ETH 但现在也有很多关于以太坊合并的错误信息 首先Gas费可能不会大幅下降 其次ETH不会出现通缩 其供应量应该每年增长0.2%左右 据NFT Go数据显示 当前OtherDeed系列NFT24小时交易额为404.39万美元 涨幅370.99% 此外据OpenSea数据显示 当前该系列NFT地板价为2.89ETH Gas费